英国伦敦国会大厦经传汽车冲撞意外 今天稍早一辆汽车撞上国会大厦外的安全防护栏 造成数人受伤 驾驶目前已经被捕 警方在推特上确认有数名行人受伤 但伤者都没有性命危险 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武装警力抵达现场 封锁伦敦市中心国会大厦外围区域 附近的西敏斯特地铁站也暂时关闭 警方表示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一起事件 是否跟恐怖行动有关 更多相关消息尽情锁定新闻时事报